全国收视第一 肖战 李沁新剧CP赶拉满 上演替身比美学 在万众期待下 由肖战与李沁领衔主演的梦中的那片海 终于和观众见面了 开播第一天便得到了收视冠军的好成绩 之后也一直位于收视率榜首 这部作品讲述了一群北京青年赶上了改革开放的时代潮流 每个人都怀揣着不同的梦想 在命运的起起伏伏中 各自成长的青春励志情感剧 故事背景发生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 由肖战饰演的肖春生与李沁饰演的童小梅等 五位年轻人在北京的时差海不期而遇 每个角色都具有鲜明的人物特征 比如肖春生虽然长相脾气 但却有着一颗聪慧的头脑 为人也潇洒不羁 刘瑞琳饰演的叶国华为人慷慨仗义 是肖春生很好的兄弟 两人的兄弟情也得到了许多观众的认可 崔玉航饰演的陈红君泽和肖春生是截然相反的性格 他整个人性格十分木讷 不善与人交往 但却有一颗热爱学习的头脑 也是五人中唯一考上大学的人 曹斐然饰演的贺洪灵长相美艳 性格骄傲 是典型的大小姐作派 而李沁饰演的童小梅 则和她的人设截然相反 童小梅性格闲静淡雅 为人温柔体贴 有一种大家闺秀的气质 也是肖春生在这部作品中的官配CP 而观众看完这部作品后也表示 肖战与李沁在一起时CP感十足 陈红君考上大学后 便脱离了五人小队 剩下四个人则在军营重新相见 他们每个人都希望能够在这个特殊时期 为祖国建功立业 在部队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 报效祖国 让人生变得更加有意义 只是意外却发生得十分突然 在他们外出执行一次特殊的任务时 肖春生在替叶国华排雷时 意外受伤 导致她不得不提前退伍 被迫回北京治疗身体 而在这个过程中 童小梅将她照顾得十分体贴 也正是在她的贴心照护下 肖春生便很快恢复健康 两人也因为这段缘分而互生情愫 最后洗劫连理 时光飞逝 时间很快便来到21世纪中 此时肖春生与已经退伍的叶国华 都开始从事医疗行业 但由于两个人在商业中的里面出现冲突 导致他们走上了分岔路 最终 肖春生凭借着他的兄弟一起 感化了叶国华 让他在国家最艰难的时刻 主动提供了医疗器械的支持 此时 五人小队中每个人都完成了命运的角逐 又是一年冬天 五个人又重新回到了北京的石刹海冰场上 此时他们早已退去了青春时的稚嫩 然而 当他们回想起青春的那段往事时 梦中的那片海便浮现在了脑海中 从剧情简介中 我们不难看出这部作品不仅仅通过改革开放 为我们展现那个年代中的热血青年 是如何报效祖国 更夹杂了爱情与友情的戏份 而五人小队也打破着各种命运的阻碍 最终实现爱情与友情的双重收获 完成了各自的梦想 这是一部典型的青春励志剧 很多人都怀疑肖战那张吹弹可破的现代脸 去饰演这种年代巨石 是否会给观众带来跳戏的感觉 然而最终呈现出的结果 却得到了所有人的认可 肖战凭借着自己的演技 展现出的肖春生这个角色中的内心世界 而这部作品也通过前后呼应 点明了主题中对于命运这两个字的设定 剧情最开始图书馆的铺垫 便有着深意 那个性格十分跳脱的男孩 喜欢上了如同红玫瑰一般娇艳的女子 然而那个安静的茉莉花却并不是很起眼 这段剧情也被网友评价是典型的替身逼美学 因为从一开始其实就已经设定好了结局 命中注定的爱情 即使在兜兜转转后也能够重新拨开迷雾 再次相见 而这便是命运的神奇之处 而这段感情也让观众感慨 其实这就是属于年轻人的喜欢 因为年轻人的爱情中总是充斥着真诚与热诊 不管在哪个年代 这样的感情都能够打动旁人 就像剧中的阳光一样 萧春生的喜欢也充满了灿烂和美好 不管他喜欢的是谁 都给出的是当下最坦荡的自己 这便是爱情中最美好的一面 为了能够充分展现出比美学的奇妙之处 编剧特意在这段剧情中 进行了巧妙的设计 童小梅去找萧春生坦白未果 所以一直以来的暗恋最终还是 没有说出口的情节 就让观众表示揪心不已 尤其是童小梅决定掩盖真相 含着笑送出祝福 转头走时的背影 更是让观众感到心疼不已 而她在手中转了一路 皱皱巴巴的纸条回家后 还特意摊平了才放进了 最喜欢的书本中 这个小设计也让观众能够充分感受到 这段暗恋的小心思 不得不承认 李沁在处理这段小女生的心思时 表演方式十分细腻 完美展现出了童小梅暗恋的心境 像极了现在大部分年轻人 喜欢一个人却并不敢说出口 值得以朋友的身份呆在对方身边 默默送上祝福 就是不知道这段替身文学 究竟何时才能被萧春生得知真相呢 作为顶流艺人 萧战每部作品几乎都会被网友质疑演技 然而在梦中的那片海中 能够明显感受到肖战演技有着极大的进步 尤其是在一边吃糖葫芦 一边讲台词的这段戏中 即使不看字幕也丝毫不会被影响 而她的情感表达也不错 除了两位主演的演技全程在线之外 梦中的这片海 对于其中的群像人物塑造也十分到位 每个角色都拥有完整的家庭线与任务线 通过剧情的后续推荐也让我们看到了 更为饱满的人物塑造 其实这五位青年就相当于是 那个年代中大部分青年的缩影 不知道观众最期待之后 哪个角色能够后续发力呢 而萧春生又何时才能够发现自己认错了人 童小梅会继续隐藏自己的感情吗 让我们共同期待之后剧情的发展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